买的时候过了一会儿 然后店员打听了跟我说 就是说他们的什么价格上错了 然后就是说这边给我发不了货 你买的时候是多少钱一双 我买的时候因为价格 每双鞋的话价格都不一样的 有400多的 200多的都有 正常的话这种鞋子应该买多少钱 这个是400多 400多这也就相当于打五折的价格 这很正常啊是不是 他们打折的话打五折 人价是849 849他打480吨 他还没有五折呢 他跟我说价格改错了 价格错了是不是 小赵说当天自己分三个账号 总够拍下了26件商品 付了8000多块钱 小赵提供了当时拍下商品的账号 显示这26件商品 都是从开源商城中楼店购买的 其中包括了运动鞋外套等商品 现场记者在喵街上 找到了这家开源商城中楼店 并跟小赵当时购买的商品进行了对比 发现小赵购买的商品 和现在店里的挂牌价相比 至少都便宜了一半 有的仅仅是现在价格的三分之一 其中一款电竞系列的运动鞋 小赵购买的价格是205元 现在的价格是1249元 然后我的塑料也很简单 就是说让他把这个现货给我发出来 就是他们还在还搞了一个操作 就是说让我也很费解的 就是说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他们把这些货都已经提走了 就是现在这个物流信息上面 显得就是转字体 小赵说这家开源商城中楼店在西安 当时自己购买的时候填写了收货地址 现在物流信息变成了字体 也就是说要去西安才能拿回这26件东西 随后记者帮忙联系了苗街平台 工作人员表示会先安排人员调查一下 再给小赵一个回复 发稿前西安开源商城中楼店的工作人员回复说 已经就赔偿方案和顾客达成一致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 台湾 偌倡平台 快点